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要怎么赚钱呢 我们远的不讲嘛 上礼拜 上礼拜台子强谈到18300多点 大涨啊 连续大涨两天 所有的老师给你看好 连涨两天看好 告诉你要喷出要创新高了 结果从上礼拜1830 一口气沙到昨天 17773 不到一个礼拜 狂杀500点 那昨天你又看坏了 今天又强谈了快200点 所以上礼拜看涨你看好 一买赔500点 昨天大跌 一看空 一放空 又赔200点 你看我们怎么操作的兄弟兄 我讲到赚钱要根据专业嘛 筹码 你看得懂筹码吗 上礼拜大涨我已经再三再三再三叮您了 美国科技股怎样 NASDAQ怎样 筹码正式转空嘛 所以上礼拜中南台股连续大涨我已经跟你讲 NASDAQ转空你要小心啊 这个盘要修正的嘛 连NASDAQ都要再向下探底啊 你看昨天NASDAQ是比如杀到一万三千多点了 又跌了一千多点了 这都是在我们事前的掌握之中嘛 那上礼拜既然大涨跟你报告NASDAQ转空 一切反弹 一切反弹都是要逃命放空啊 你听得懂吗 一切反弹是逃命要空啊 因为这个盘要杀嘛 来上礼拜17号 台子压力18320赶快放空啊 一切的反弹是要放空 因为这个盘还要再杀 还要探底嘛 所以上礼拜18320放空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到昨天17773送你多少点啊 你上礼拜听张老师的话18320去放空 还涨到18330啊你都空得到啊 到昨天呢 500点送给你啊 狂赚500点 对不对 就短短12 12344天 500点 什么东西比这个好赚呢 好 昨天杀到17773了啊 你的老师又看空了啊 啊 什么又要打仗了啊 完蛋了 又破底了 来来来来来来 昨天跟你讲什么 来全国同学 昨天2月22号 杀到17773了 昨天11点多 公贺嘛 上礼拜18320放空 杀到17800已经大赚多少点了 同学自己看好不好 这都是我们发给全国 清代同学的 大赚多少 500点了 把握 获利回补 懂不懂 这就是赚钱嘛 上礼拜赶快空到昨天500点了 赶快赚钱啊 500点一口10万 什么比这个好赚啊 啊 对不对 那昨天为什么告诉你赶快获利回补呢 来 昨天再度见证上礼拜18320空是不是轻轻松松500点嘛 那昨天为什么把握获利回补呢 来亲眼看一下吧 昨天AI城市17837 大跌500点 翻多嘛 翻多你看到今天 又涨到18000了 又涨到18042了 昨天翻多一上来又200点了嘛 所以上礼拜先空 空下来500点 昨天空单回补翻多 到今天又200点了 一来一回 700点的行情 一个礼拜的时间 123 12345 5天700点的行情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嘛 你先问你自己 上礼拜大涨你看得懂要放空吗 昨天大跌500点你懂得空单回补要翻多吗 你有这个赚业的操作能力吗 如果你有你自己做你不要来找我 不需要 你有吗你问问你自己 上礼拜大涨每个都给你看好 昨天杀500点每个都给你看坏了 所以你要懂得操作嘛 所以张老师跟大家讲赚钱 不是天上掉下来你要懂筹码啊 对不对 筹码趋势翻多大涨趋势翻空大跌嘛 上礼拜 强谈跟你讲趋势转空嘛 反弹逃命空啊 空下来500点 昨天大跌500点了对不对 空单要懂得回补 甚至在17837还反手翻多又200点 空下来500点翻多200点那不是700点吗 赚钱这么难吗 好 再来一路给你报告今年费的升息吗 所以今年的主流是什么 费的升息受惠股 这个是在金控股这一块 再来就是原物料 传产股这一块 所以科技股从去年就给你报告 很多科技股转空嘛 为什么 回答我 NASDAQ转空了 这跟你讲了多久了 NASDAQ都转空了 台湾科技股你还什么 对不对 所以已经警告你了 很多科技股筹码转空 来看一下 富邦美 从去年底1780块 今天已经900多了 同学你告诉我惨不惨 两个月时间 这不是开玩笑的 前几天一千多块附近 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一千守得住嘛 自己看一下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同学 所以看你们赔钱我也难过 但我都警告你了嘛 去年底富邦美1780 前几天在一千附近再度提醒你 你不要以为一千守得住嘛 今天呢 再破 900多了 多久啊 两个月不到 两个月时间 是不是一百万剩五十万呢 200万剩一百万呢 同学 更可怕的是大盘有跌吗 大盘没有跌啊 大盘从去年12月 对不对 大盘在一千七今天还在一千八 那你富邦美呢 啊 是不是 大盘从去年底一千七今天还在一万八 但你买富邦美去年底一千七 今天呢 900多 还在破底 所以不能调理七星 很多科技股转空的你要特别小心 还会不断的破底 创意看一下 两个月不到六百六杀到四百四 十张你就两百万了同学 痛不痛啊 啊 脸勇五百四杀到四百四 十张你赔一百万 杨明光一百五杀到八十几啊 是不是一百万剩五十万了 两百万剩一百万了 同学 稳帽三百九杀到两百九啊 十张又一百万了 啊 环球精九百杀到六百多 十张两百多万没了 力旺两千五你看杀到一千五 一张就一百万了 不要开玩笑啊 Oh my God 两百三杀到一百三 十张一百万 啊 稳德 两百二杀到一百二 十张一百万 这都是去年以来 你不听话的话很倒霉 金鸿更惨了 两百九杀到一百七 十张一百多万没了 去年每个都给你吹亚信 每个都有 两百九你看 一杀一百九 十张一百万 汉磊一样 一百七一杀一百零一 汉磊真的你不要以为一百守得住啊 我再提醒你啊 啊 十张七十万 二十张一百四十万没了 加金一百五杀到一百 十张五十万 二十张一百万 威圣你自己看一下 去年底每个都喊威圣啊 啊圆宇宙啊吹到天上了 不到两个月 一百万剩六十万 没错吧 威圣 啊 六十守不守得住啊 六十守不守得住啊 真的你好好问问自己啊 张老师不是在恐吓你啊 威圣啊 你看看 两个月一百杀到六十 你不要以为六十守得住啊 很多东西 张老师四十年的功力 我都提早告诉你嘛 宏达店一样一百万剩六十万 真的这不要开玩笑 你真的六十守不守得住啊 啊赶快来找我 位数你看七十几一杀 杀四十 四十你不要以为守得住啊 我跟你讲 再三再三 提醒你啊 南店你看一样六百多杀了四百多 连店一样嘛 六十八杀到五十二 还破底 十张赔十六万 很多人三四十张的 三十张连店你就赔了五十万 我跟你讲 五十张你就赔了八十万啊 同学 很痛啊 所以很多筹码转空的股票你要搞清楚 一切的反弹是要逃命放空的嘛 因为他将来还会破底 好不好赶快来找张老师 手上有这些套牢的尤其电子股 赶快来找张老师 好不好赶快处理 带枪投靠 赶快处理 你要懂得重压主流嘛 那股票赚钱要懂得操作 对不对 大物筹码泄露天机嘛 锁定主流 张老师永远就告诉你未来谁会涨嘛 四十年专业操盘人 我不是分析师 我跟你讲 不是看涨的跟你喊多 看跌跟你喊空 那你赚不到钱的啦 去年底 原宇宙长 宏达电 威胜长 每个都给你喊威胜 赶快买赶快买 100买90买天天买 现在跌到60 我问将来跌到50怎么办 跌到40怎么办 我问你啊 好不好 所以去年 错过扬名美 起码长龙大立光的 对不对 金虎年嘛 给你报告今年金控加大牛啊 大牛一号来 对不对 去年底600块附近赶快买赶快买 620 640 650 660 670 680 股票懂得买 你懂不懂得卖呢 你懂不懂得卖嘛 很多投资人只会买不会卖 我跟你讲到最后一场空啊 你跟着张老师从620买来到688 你亲眼见证 1月17号 全国同学都有 连台电680以上赶快啊 随便卖啊 逢高随便卖 将来还要上 对不对 卖完以后呢 会买股票是徒孙啊 你要懂得卖才是赢家嘛 但你卖完有没有跌 有没有跌 又跌回620多块了 对不对 跌到前波起涨 当然这里逢低可以减 会来回震荡 买完以后你看又攻到650了 又涨20多块了 所以台医店我们是带全国同学操作两趟 第一趟60多块拉回再买 第二趟二十几块 两趟你看是不是90块 来亲眼看一下 对不对 这才是操作嘛 去年底600块附近买完涨到680 第一趟是不是60多块啊 获利拉回再买620附近 又涨到650 是不是又20多块 两趟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带你掌握90块的价差嘛 这10张也差了90万 20张180万 对不对 那上礼拜我们 带领全国同学台医店全面获利出新 全面出工 因为这个盘还要跌嘛 因为科技股转空嘛 你看今天台医店有没有跌 又跌到620块了 是不是 所以光台医店你看我们从一月份 两趟操作第一趟60多块 第二趟20块 两趟是不是将近90块 那你今天只会买 台医店很多人会买啊 哇620 630买了不会卖 现在又620了 所以光同样台医店一挡股票 你不会操作你就白搞了嘛 那你跟着赵老师操作 第一趟60多块 获利卖完再买第二趟20几块 两趟是不是90块 这才是操作嘛 好不好 那台医店会跌到哪 台医店会跌到哪 赶快拨电话进来 好不好 再来未来社会大长 不啰嗦嘛 今年的重头戏是什么 废料干嘛 升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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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一再给你强调嘛 所以今年的主流你要搞清楚 已经不是科技股 你如果这个还搞不清楚 那你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连电破底 为什么连勇破底 为什么阳明光破底 对不对 为什么富邦没破底 这你要懂嘛 好 废的升息 已经跟你搶万交代了 去年底就讲了 对不对 抗通膨啊 今年要升息四次 现在甚至七次 甚至有来讲将来要九次 对不对 越来越多 结论就是要升息就对了 那美国元月份的CPI 创了四十年的新高嘛 所以物价通膨已经来了嘛 所以三月就要升息了啦 这不用怀疑了嘛 对不对 所以废的升息 我们当然金控大牛首选 当然国泰金啊 去年底还在六十块 对不对 你看一下去年底国泰金 是不是 从六十块 一口气飙到六八 大涨八块 对不对 拉回再接 你看现在还在六十四啊 你会套牢吗 去年底你买国泰金 你到现在 你照样赚钱嘛 但同样去年底 六十多块 你去买联电 哎呀那很惨了 那就很惨啦 六十多杀到五十了 天天破底 你买国泰金会破底吗 创新高拉回 所以买到主流 股价就都不断的创新高 懂不懂 你买错主流 就是不断的破底 光从联电跟国泰金 你就要看懂嘛 国泰金创新高 联电破底 联勇破底 你这个还看不懂 那你真的 操作真的很不及格 对不对 威胜破底 对不对 这个你要懂 好不好 国泰金买完 创新高嘛 对不对 拉回还是交接哦 哦 何时还会再攻啊 还会再创新高 这你要了解嘛 趋势向上没有改变 国泰金要怎么操作 再来费的升息 不用怀疑嘛 这一档 二开头的 今年百分之百 并购人寿嘛 股价还在一字头 去年EPS高达两块多 本益比都是几倍而已 对不对 八九倍 七八倍 这样的股票会涨到哪 这都是你要务必 务必 务必把握的嘛 今年并购人寿 整个获利暴冲 股价还在一字头 便宜 又今年的主流 未来都有大破断的行情 对不对 所以要好好把握 废的升息的商机 废的升息的商机 要好好把握嘛 再来未来成为大涨 美国怎样 元月通货膨胀啊 创四十年新高 所以今年很严重的是通膨这一块嘛 对不对 所以废的升息已经预估了 对不对 摩根大通讲啦 要升息九次才够嘛 为什么啊 严重的抗通膨 那通膨是什么呢 就是物价飙涨嘛 所以在原物料这一块 大家自己看一下 刚好美国又推动1.2兆的基础建设嘛 拜登已经签署了 对不对 所以在基础建设这一块 抗通膨这一块 当然原物料是很重要的哦 原物料很重要的哦 所以这档股票二开头三结尾的 特别注意看一下 去年营收 创历史新高 EPS高达将近三块钱 那目前股价还在二字头嘛 所以这都是抗通膨商机 二开头三结尾的 好不好 抗通膨商机 你务必跟上脚步 好不好 所以今年赚钱的主流 抗通膨商机 那这一档股票 务必务必拨电话进来 跟上脚步 好不好 那未来社会大长 今天金虎翻身大计划 赶快拨电话进来 跟上今年的主流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获利 金虎翻身 大计划立刻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赚钱难不难 你不懂筹码 你当然赚不到钱 搞得灰头土电 我想大无筹码 泄漏天机 上礼拜台股大涨 连标两天 来到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连标两天 你懂得要放空吗 你懂得会大跌吗 自己看一下 上礼拜已经公开呼吁 NASDA转空 一切反弹要把握空 所以上礼拜18320 赶快空 还涨到18330 还涨到18330 到昨天你自己看看18320空下来 500点500点 同学不是100点 不是200点 不是300点 是让你赚500点 赚到爆了吗 对吧 那昨天大跌以后呢 你又开始看坏了哦 昨天给你报告怎么样 18320放空 杀到17800 要懂得怎么样 已经大赚500点 要懂得回补嘛 对不对 跌生会反弹啊 是不是再送你500点 那昨天为什么要回补 亲眼看一下 大物筹码17837 翻多嘛 到今天又200点了 上礼拜空下来500点 昨天空单回补 翻多又200点 你这样不是700点的行情吗 再来筹码转空的股票 一路给你报告 富邦梅你看今天破底 创意破底 连勇破底 杨明光破底 吻茂破底 同学 环球金破底 力旺破底啊 Oh my God破底啊 吻德破底 金鸿破底 亚信破底 汉磊破底 家金破底 威胜破底 宏达电破底 卫数破底 南电下沙破底 连电都破底了 所以这些筹码转空的股票 一切的反弹要怎么操作 赶快拨电话进来 套牢的赶快找张老师 好不好 你不再来不找我 将来反弹结束 那你就很麻烦了 套牢越套越深 赶快带枪投靠 好不好 赚钱的关键在操作 张老师四十年专业操盘人 今年年初送你的大牛一号台一店 你看从六百多 一路飙到六百八 先获利一趟嘛 这叫操作嘛 获利卖下来再买啊 对不对 下来六二八再买 工到六百五 上礼拜全速出清 是不是两趟九十块 第一趟六十多块 第二趟二十多块 两趟但你掌握九十块价差 十张就差九十万了 好不好 台一店要点了呢 再来费的升息 我们从去年 对不对 金控大牛 当然国泰金嘛 从六十碰到六八 创十年新高 拉回还是要注意买点 国泰金未来会涨到哪 好不好 再来费的升息 商机这档股票 还在一字头 很便宜啊 真的 今年大众投系 今年百分之百并购人寿 营收获利暴增 EPS都两块多 质利率都很高啊 所以这今年会有大波段行情 你要锁定在这一块 费的升息商机 好吧 那未来谁会大涨 再来美国元月份通膨啊 创四十年新高 这很吓人的呢 是不是啊 所以费的今年 甚至今年之后 到明年三月 升息会高达九次嘛 为什么呢 抗通膨嘛 所以今年除了费的升息之外 再来美国又基础建设 对不对 基建法案 这方面很多 对不对 道路啊 工程啊 基础建设 所以也会带动原物价 所以在抗通膨这一块 这档标准的原物价 好不好 原物料的大厂 去年营收 EPS就冲到将近快三块了 股价目前还在二十多块 还在二十多块 将来来到三字头 你就赚翻了嘛 好不好 所以赚钱都不是问题 抗通膨商机 如何锁定 那这档抗通膨商机 好不好 大波段行情 务必来电共襄胜举 金虎翻身大计划 你要锁定主流 你才能翻身啊 满手都套牢 你要怎么翻身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手中 所有有套牢的持股 真的不要怀疑 不要再等待了 立刻拨电话进来 好不好 张老师明天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带你处理 把资金锁定到金虎的主流标股 一起跟着我们 享受金虎年 主流大波段的活力 手中套牢的 尤其以电子股 好不好 该怎么处理 没有人跟你讲电子股转空的 对不对 去年底带你买 威胜 元宇宙 宏达电的老师 一大堆 现在都害死你了 我跟你讲 电子股套牢 赶快拨电话进来 金虎翻身 大计划 立刻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